這一次更新之後呢 我的馬邊跑步呢 會有飄花瓣的 這個是 呃 當時好像是有多花一點錢吧 好 馬會飄花瓣喔 那至於說這個 浪潮的話 敵人打起來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畢竟才多一級嘛 不過本來這個浪潮的敵人就沒有那麼強 所以這邊的話呢 還感覺不出來喔 現在去看一下說這個神秘寶箱吧 從175變成200多 那這個真的是有點太 喔 太過分了 我來看一下說這個 到底獎勵有沒有好一點喔 175變250喔 多了75是不是 好好好 來看一下喔 受折磨的靈魂 好 青小怪打起來是差不多 喔 多了75欸 好 來開開開開開開開 四個 沉聖的東西 原本會有四個沉聖的東西 蛤 只剩三個囉 然後 好像少了一點點欸 好 這是第二次 大概30分鐘 開兩個 欸對耶 好像少一個欸 只有 只有三個欸 之前我記得是四個欸 至於刷了一套嘛 這個咖啡色的裝備還算滿滿意齁 就是 呃 該有的都刷得到 然後 我這個冷卻時間恢復 呃 法力的這個我也刷回來了 那就先把它萃取吧 然後來打一下地層看看說傷害變得怎麼樣喔 好 那我開了一個60階的這個地層 然後這個地層的話 他進入的這個特效變得比較帥一點齁 這邊有一個很像 呃 什麼講 雪牆的東西嗎 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齁 60階的話呢 應該是要很輕鬆才對 齁 那我原本都至少刷65階以上 70幾階才會比較危險 所以剛剛好60階的話 應該是蠻簡單的 那這個地層難度呢 是 呃 受到電擊傷害降低 易傷時間縮短 所以說應該是還好齁 並沒有說什麼 什麼抗兵啊 還是說什麼血量增加 所以說 呃 怎麼講 我的傷害應該不會太差吧 所以看一下齁 雖然是少掉了這個三個加成 不過原本的這個60階呢 也不需要用到三個加成 齁 所以感覺一下齁 60階的這個 呃 刷的時間大概是多少 還有說法師的生存能力如何呢 會不會連60階我都扛不住咧 哦 好像 好像這樣子一波幹不掉咧 好 認真一點齁 先下雨 先下一點雨 再過來 繞一繞 傷害是少了一點點 不過還是要完整的上完喔 也就是要先下雨 呃 先下 先下冰 然後等到過來的時候呢 但是傷害好像真的是少了一點點 要維持有時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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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來傷害是差不多啦 大概也是兩次 不過這是60階啦 可能要打高階一點才感覺出來 時間上目前是差不多 所以我到時候還要把我的這個 怎麼講 那個 法力恢復的這個符文給換上去了 欸 完成獎勵有四個喔 那如果是這個呢 經驗值有比較多嗎 這邊經驗值差不多 欸 獲了地層之後獲得四個耶 喔 那這樣子獲得蠻多東西的耶 這樣打完 然後掉落的這一個灰激好像也變多了 我這樣打完 我好像我打到四個 那如果把它拆掉之後呢 粉末也變多了 最後改變的就是這個 毀滅的雕紋喔 原本我看這一個 法神的暴雪 暴風雪的這個盤是沒有裝的 所以說呢 再考慮說要不要把這個 毀滅給放上去喔 來 這一個 四點主要資源 好 那我們來刷一個這個六十階的齁 應該也是蠻簡單的 那但是呢 這一次主要是要測試說 看看我換了這一個 喔 加法力 然後呢 對敵人造成控場效果 恢復資源 呃 斷法的這一個問題會不會解決一些喔 因為我之前是用這一個 我覺得蠻好的 然後換成這個冷卻時間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斷法變得比較嚴重一點喔 好 那就看看說這樣子有沒有改善喔 殺死岩坑所有怪物 為什麼我覺得這一關我好像沒什麼印象 有嗎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像 好像我的法力比較長 在滿的狀態喔 有沒有 喔 當然 可能打魔王沒有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有好很多欸 喔 你看我也是一直用冷卻技能啊 我用冷卻技能並沒有恢復法力 但是 我覺得是有好一點點 這個斷法的問題 我現在使用冷卻技能並不能夠恢復我的這個法力喔 喔 進入無主的話還是蠻麻煩的 我還沒準備好 喔 這要保護這個冒險者超難的 他們會莫名其妙的死掉耶 來來來,我們來看看解這個動物行不行 我們速度,速度直接加快 我也清得不錯啊,你們是怎麼死的啊,天啊 欸?華麗的箱子 啊,抱歉,效能,效能很爛啊 喔,欸,灰激打到蠻多個喔 欸,對,有沒有看到這個 他打這個戰裝的,我可以一直恢復 之前我用那個冷卻的,他沒辦法讓我的這個,你看你看 欸,我的法力不會斷耶 個人的心得啦,我覺得你用倒墊的話,你把敵人幹掉 他掉落的物品就會少很多 好,我們來看看齁 我現在右鍵一直按著 欸,等一下 我被卡住了 等一下,這一隻,這一隻要先解決,你看 你看,有沒有看到我的法制動作 我一直用爆風雪 可是沒有斷法,齁,沒有斷法 齁,因為他 他打到那個骨頭身上,可能一直造成控場 所以說我的法力一直補回來 所以打這個戰裝的這個敵人的話呢 原先我要使用冷卻才能恢復法力 那個我斷法斷的很嚴重 但是我在換上這個控場之後呢 欸,我就可以一直使用一直使用 喔,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暴風雪啦 用那個控場恢復主要支援 會比那個 你使用冷卻技能恢復法力要來的好很多 對,多點小兵 多點小兵 欸,真的是四個裝備耶 之前只有兩個 不過這個 咖啡色的還是只有一個 然後剛剛把東西都賣完了,不過呢 就是 60接的可能還不夠,因為我剛剛刷完之後呢 哇,物品強度都是在 760,770左右 都沒有800的喔,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刷 刷65級以上吧 好,那不管怎麼樣呢,結論就是我覺得 把 玩暴風雪的話呢,把民印喔,由這一個 冷卻時間恢復法力的 換成是對敵人造成控場效果 那我覺得這一個明顯 明顯斷法的這一個問題呢,改善很多 那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至於說其他的話呢 等到 接下來打高階的話,再看看說這個傷害 變得如何喔 不過呢,我自己是覺得 60接的話呢,可能是這個民印吧 我原本褲子是 這個 打敵人攻擊的時候呢,護甲只會徵招 改成這個受到控場或異傷 對我造成傷害降低25% 剛剛看到覺得 生命的話呢 還蠻健康的喔 那這個可能是因為 才60接的關係,可能還要再繼續往上調 才可以知道說這個效果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還有,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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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